而在太鲁閣族感恩祭典當中 傳統編織記憶是婦女朋友最重要的工作 秀林鄉公所也安排了柱麻製作流程 以及傳統編織的過程 現場還有解說人員來為遊客以及鄉親們解說 讓大家能夠對於太鲁閣族的編織藝術之美有所了解 秀林鄉感恩祭典活動當中也安排柱麻製作流程 同時現場也安排解說人員來說明 他的果子編織的線材 出現在高山的時候如何就力取材來完成 這次配合感恩祭 我們就把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 去種植的柱麻到八道成縣的過程 呈現在今天的感恩祭裡面 所以這裡面的過程呢 有種植柱麻的過程啊 是刮麻啦 然後卷線 碾線 碾線先 然後再捲線 然後到綁紗 一直到刮 呃就是體驗 因為其實這裡面還有種植的部分 可是空間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多 當然我們這邊會呈現八道程序 然後八道程序之後 後面就可以衍生到支部的過程 讓大家看說 Global的工藝跟技術在哪裡這樣子 前來體驗的學生們和遊客 細細傾聽解說人員講解 同時也現場體驗刮柱麻的過程 柱麻蠻好 體驗蠻好的 好修喔 那這邊就可以人去到泰魯國的文化是不是 對 傳統的文化很重要 港岸今天活動 一展現傳統文化為主軸 從凌晨祭典祈福一次開始 由傳統美食分享 傳統租屋及地資展示 傳統歌謠傳唱 傳統業務競賽 傳統競技以及趣味競賽 讀過文化體驗活動 觀光行銷及產業推廣 好處分享及親子DIY等等 希望相公所透過多元層次 展現泰魯國族的文化 讓參與活動的民眾 深度體驗泰魯國族的文化 記得請問休閒報導 請問休閒報導